在立法会大会,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 会考虑及早介入高风险的家庭,防止发生若疑国案 及早进行有关的介入工作 当然这些工作仍然是面对一些难度的 不是所有这些家长都会愿意接受那个援助 他们觉得自己可能没问题